SAM Ultimate怎么也想不到 半年前被大家家道欢迎 OpenAI上上下下全体刷小新星 给迎接回来的自己呢 如今成了孤家寡人 2024年5月14日 OpenAI首席科学家 ChatGPT研发过程中的灵魂人物Elia 宣布离开OpenAI 8月6日呢 OpenAI的总裁Greg宣布要开启休假模式 9月25日 OpenAI的首席技术官Mira 也宣布离开OpenAI 至此呢 OpenAI的四大天王 只剩下的SAM老哥一个 而范围再拉大点呢 这家公司早期一起打天下的 11个联合创始人 如今呢 也是开花落叶 在各个大厂里发光发热了 除了SAM 就只还剩下一个老哥 这个同样喊着Mega 立志于让AI再次伟大的公司 今年的主题曲呢 却变成了说散就散 可诡异的地方呢 也在这里 相比起人才方面的凋零 今年OpenAI在赚钱 划了W的路上呢 却是风生水起 Mira25号离职的头期刚过 10月2号 OpenAI呢 就宣布完成了一轮新的融资 跟微软英伟达软银这些巨头 吃着火锅唱着歌 敲定了66亿美元的投资 屋里面呢 人走茶凉 屋外头呢 却是罗骨喧天 创下了硅谷私募融资的历史记录 比马斯克亲自摇旗呐喊的XAI 还多了6个亿$ 人心惨淡 W呢 却滚滚而来 为什么OpenAI会如此割裂呢 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小弟小老妹请坐 我是林一 今天呢 咱们就再来聊聊OpenAI 讲讲这家AI领头羊 这波鬼云爵的一年 这家曾经志在保障AI安全 主张开源开放 自己家研究成果的理想主义公司 真的也走上了屠龙上年 成为恶龙的悲剧道路了吗 要聊这些呢 咱们就得把时间退回去年 从SAM被OpenAI开除那场大戏讲戏 和曾经的乔布斯一样呢 OpenAI的这位CEO 也吃了顿开除套餐 AI教父 成了因为AI实业的第一人 这事呢听起来过于离谱 以至于全世界甚至SAM本人 都没聊到这件事 正在拉斯维加斯F1赛车现场 开开心心的看着比赛 突然呢就收到了一个 谷歌视频会议链接 点进去呢 就是几个大哥大姐举手投票 还没反应过来咋回事呢 就被送走了 出去看个比赛 公司美 难受啊 哥们 连开除他的会议软件 都是用的别人家的 这就好比小马哥兴致不错 在南山街头呢 吃口麻辣烫 结果刚把筷子掰开 手机一震 那几个高管呢 就是说哥们我们忍你很久了 别回来了 关键呢是这会 还是在钉钉上开的 这谁顶得住啊 但现实呢 真就是这么离谱 OpenAI用一场 简单粗暴的公司内斗 把这家AI领头羊 内部的巨大矛盾 曝光到了全世界面前 可先不说 这个矛盾本身的来龙去脉 SAM作为OpenAI的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 怎么会在一点不知情的状态下 被搞了这么大个新闻呢 冷不丁的就被开除了呢 某种意义上 这还是SAM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去年呢咱们讲过 因为AI研究实在是太烧钱了 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的OpenAI 为了兼顾主义和生意 在19年呢 整了一套钱无古人的股权架构 分了一家用来融资的子公司 出来搞钱 同时呢 又受非盈利的母公司控制 为啥要搞得这么精神分裂 还惹上又荡又利的嫌疑呢 说直白点 还是光靠慈善是靠不住的 按OpenAI自己的说法 这家公司刚成立的时候 一众科技大佬 纷纷闪耀起人性的光辉 号称呢 要一起捐它个十亿美元 孵化安全可靠 全人类共有共享的通用人工智能 在今天AI领域各种融资大新闻的轰炸下呢 十亿美元听起来 好像已经不算是非常大的数字了 但在前大模型时代 AI研究才刚刚开始复苏的时候呢 这个数已经够打一场相当富裕的仗了 实际上一开始 SAM估的目标呢 是一个亿就差不多了 结果大善人马斯克急了 说SAM你这是在质疑咱们资本家的善良吗 既然开口了咱们就要它十个亿 干翻谷歌微软这些不慈善的大资本 要是最后凑不起这个数呢 马大善人就要让自家的宇宙飞伤公司SpaceX来兜地 当时这话呢说的是真漂亮 毕竟呢不是真掏钱嘛 就聊就玩 等到真要开始走账这一步 味就不对了 这十亿美元到账的速度 比等女神回消息还要煎熬 一直拖到2019年 SAM把账单拉出来一看 总到账1.3亿 马大善人画出来的整张大披萨 这么多年下来只吃到一块 到这呢 SAM也算是想明白了 来钱呢还是得靠生意人的办法 不能靠主意 所以呢就搭起来了 咱们刚才说的用来划了W的子公司 当然管它是真情还是假意 到这一步呢 至少从外面看 OpenAI呢还是个体面人 首先投进来的资金 回报呢是有上限的 最多赚到100倍 再多的呢就都投进人类大爱 做做慈善啊搞搞AI普惠 再接着呢 虽然吸引了一批生意人进来 但这些生意人呢是没有决策权的 最终拍板呢还是非盈利的母公司 而控制母公司的 则是一个看起来体面的 不能再体面的董事会 它体面就体面在呢 除了OpenAI内部的高管 这个董事会里能拍板的 还有来自OpenAI以外的独立董事 而且呢比例还不小 在去年SAM突如其来的 持五下播之前呢 整个董事会有六位董事 SAM之外呢 还有俩是OpenAI的自己人 也就是首席科学家 伊利亚和董事长Greg 剩下的三个呢 就都是外面来的了 一个是Cora的CEO 一个呢是搞机械人的 还有一个搞AI安全的 把情况这么一列出来 这不就挺吓人的吗 这么大的一家明星企业 最高决策的董事会就六个人 还有三个是外面来的 但凡自己家这哥仨有点啥矛盾 只要有一个人挑反 剩下俩呢就把不溜了 结果这事呢还真就发生了 首席科学家伊利亚 和三位独立董事 吃着火锅唱着歌 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呢 就和自己创办的 这家AI新星把不溜了 当然如咱们所知 Sam最后呢还是回来了 但这场内乱暴露出来的矛盾 到今天呢都还没有解决 而这个深层次的矛盾 也正是OpenAI 种种归异现象背后的真正源头 给可能会决定 全人类未来的 同有人工智能事业 埋下了一层潜在破坏力 巨大的不确定性 表面上看呢 这个矛盾只是OpenAI 内部商业化和理想主义的冲突 但往更广点说呢 这背后其实是硅谷科技圈 两类观点的较量 关于这两大势力的斗争呢 最近网上也已经有很多讨论了 咱们之前也提到过 说的直白 但是不严谨一些呢 可以笼统的叫它们 加速派和减速派 加速派的核心观点呢 概括下来就是 科技发展解决一切问题 干就完事了 有人担心AI有风险 担心科技发展破坏环境 颠覆传统社会结构 没事 再进一步发展科技都能解决 这种观点呢 是非常简单粗暴的 一二次工业革命 都是伴随着血泪和冲突的 但总体上人类的生活呢 是变得更好 而不是更差了 今天街边一个一边吃麻辣烫 一边打手机识别会议的普通路人呢 享用的物质资源和医疗资源 比几百年前的封建帝王还要好 可是减速派就觉得 这个简单粗暴的观点呢 有点简单粗暴了 特别是AI技术 可能和以前的技术都不一样 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机器呢 说白了都是干活的 替代的是人类的手和脚 是机械劳动 可AI技术呢 是奔着人类的脑子来的 这事的影响呢 其实是人类短短几千年的文明史里面 前无古人 无从参考的 所以这两派真的可以说 都是非常有理有据 并不是一边倒的 而他们的冲突呢 也随着AI技术的进步 越来越白热化 本身呢 就夹在商业和理想矛盾中的OpenAI 自然呢 也是两派冲突的激烈战场 不出事 反倒不正常 先说带头大哥Sam Altman 这个男人的爱好呢 除了AI就是核聚变 在咱们熟知的ChatGPT以外呢 15年就开始往能源技术上砸钱 大手一挥就是5亿美元 推特上呢 也成天喊 做事情一定要快 就差把加速两字写在脸上了 而在OpenAI那场震惊全世界的 内乱发生之前呢 这家公司内部 其实已经在推动 对减速派的打压了 考虑开除内部减速派的重要人物 董事会里搞AI安全的Helen Toner 所以后来的内乱呢 实际上并不像咱们外部 看到的那么突然 它的前因呢 就在这儿 后来咱们看到的呢 其实是后果 是减速派振蔽一呼的反击 并不是真的几个董事 吃着火锅唱着歌 嗨了想要助助兴 没来有的突然就开除个CEO玩玩 事实上呢 是焦虑的减速派董事 为了反制加速派的清洗 说动了本来就顾虑AI安全问题 在加速和减速上比较摇摆的Elia 拿到了六人董事会的四张票 让加速投资SAM 打把溜了 可他们也没想到 这场闪电站的瑕疵呢 这么大 加速减速呢 本身是技术问题 哲学问题 它是客观问题 但偷袭 它就是不讲武德的问题了 是主观问题 底线问题 所以外界和OpenAI内部 出于同情 出于基本的道德判断 反倒让SAM借着这一大鼓励 重回OpenAI 完成了对减速派的强力打击 当时出手的几位董事呢 纷纷离开 连传闻中真正的拆的GPT之父 Elia本人呢 也受到了牵连 在事件之后 连着五个月都没有回到办公室 那他第六个月回去了吗 没 他也爸爸溜了 今年五月呢 Elia正式从OpenAI离职 走之后呢 不到三天 他一手建立起来的AI安全防线 OpenAI内部的超级对齐团队 正式解散 那接下来 OpenAI真的就要彻底卸掉刹车板 油门踩死 在收获了绝对拥护的SAM的带领下 朝着那个依然面目不清的通用人工智能 一路加速下去了吗 从现在能观察到的各种信息来看呢 也并不一定 踩不踩油门 只是个主观上的态度 真正加速加不加得起来 更重要的是呢 客观上 油箱里有没有油 AI研发这辆巨型战车呢 就是个燃油黑洞 需要源源不断 大量海量的资金 一旦油跟不上 就要熄火趴窝 而另一方面 正坐在驾驶位上的SAM呢 这个在投资公司Y Combinator 干了五年CEO的男人 又恰恰是个找油的好手 这就很有意思了 一个老司机迎战一辆超高油耗的大车 先说这辆车 OpenAI呢 是一家没有上市的私营公司 没有公开财务报表的必要 但也有许多媒体呢 在挖它的财务情况 按纽约时报的说法呢 它今年光8月一个月的收入 就有3亿美元 比去年年初呢 翻了17倍 按这个趋势来估计呢 今年一年 OpenAI赚到手里的钱 大概呢 可以达到37亿美元 乍一看呢 这辆大车本身还挺大的 自己呢就能缠油 可再往下接着赌 清洁呢就急转直下了 虽然赚的不少 但亏的更多 目前OpenAI亏钱的速度呢 是赚钱的两倍还要多 今年OpenAI各项支出加起来 达到了惊人的92亿美元 净亏损55亿美元 而即便是赚到的那部分呢 增长前景也并不是非常的明朗 继续读纽约时报的报道可以看到呢 今年OpenAI赚到的这37亿美元 有72% 整整27亿 都是来自于ChatGPT的订阅费 来自全球的1100万付费用户 剩下的10亿美元呢 则是提供API服务的收入 也就是基于GPT大模型开发的 各种软件应用和在线服务 在调用API的时候付的钱 归根结底呢 都是靠提供大模型服务赚钱 就这一个营收来源 对一个大企业来说呢 这就不是很稳 像古老东方呢 还有一家叫米哈游的企业 因为营收集中在一两款游戏上 被判定为存在重大经营风险 也是一样的道理 而实际上呢 OPEN AI这唯一一颗最粗壮的摇钱树呢 未来的涨势也是要打个问号的 OPEN AI内部 对ChatGPT订阅服务的收入增长 是非常有信心的 认为到2029年 可以激增到550亿美元 还说有信心在未来五年里 给ChatGPT拿一波大涨价 把订阅费用呢 干到44美元 但我觉得这个估计呢 有点太乐观了 现在AI服务的价格趋势呢 很明显是在向下卷 而不是向上 连OPEN AI自己家的GPT4O 也在变得更便宜 而像ChatGPT聊天服务本身呢 也在推免费版 同一时间外部呢 也是强敌环似 你追我赶 性能提升的同时呢 价格还都是直接 一折两折这么大 OPEN AI手上最赚钱的 聊天服务和API服务 怎么看呢 都是增长难度拉满才对 面对着还在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 这辆大车想背持 正常运转的压力 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说回Sam Altman这个老司机 他能找到油 让这辆战车持续轰鸣下去吗 目前看起来呢 他的思路也很明确 就是OPEN AI必须是 AI公司里面的头牌 用尽各种办法去抢这个头牌 哪怕抓不住头牌的李子 也要抢到头牌的面子 这个咋理解呢 其实就类似iPhone 今天各家手机花式吊打iPhone 但被放在发布会 PPT显眼位置上吊打的呢 也总是iPhone 人家在2024年 发一台屏幕刷新率60Hz的手机 也还是会被买爆 这就是因为iPhone 在智能手机发展的早期 抢到了头牌 把自己立成了标杆 往后红利一吃呢 就吃了快20年 这就是Sam Altman 给OPEN AI这辆战车规划的运转思路 不是所有用户呢 都是参数的 对大量的用户来说呢 就是谁声音最大 我就跟谁 即使后来的Cloud Deep Seek性能再强 蜂拥而来的新用户呢 也还是会奔着名声 最响亮的那个头牌去 而这个通俗一懂的故事 再讲给投资人听 那甚至早在真正赚到 这些收入之前呢 火热的资金就先一步滚滚而来了 10月初呢 OPEN AI宣布轮到了 破纪录的66亿美元 把公司估值干到了1570亿美元 比年初又翻了一番 而相应的呢 咱们也能看到 今年OPEN AI干了很多 好像开创了时代 但又没完全开创时代的事 特别是在友商尝试冒头的时候 今年2月15日呢 OPEN AI发布的视频生成模型SORA 在网上呢 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 以至于都没多少人还记得 在同一天 谷歌呢发布了和GPT4 Turbo 打的难解难分的 GEM9 1.5 到了5月14日 谷歌准备在IO大会上 宣布最新的AI研究进展的时候呢 OPEN AI又及时的发布了 能对话 能理解图像的GPT4O 而当谷歌在9月24日 推出GEM9的升级版模型之后 OPEN AI呢 又立马第一时间宣布 要陆续推送 隔了几个月的GPT4O 高级语音模式 把背后大金主 微软的直接竞争对手 在AI领域实力身后的谷歌 硬生生的给打成了 AI界的汪峰 而就在9月底 高管离职的消息 一个接一个被爆出来之后 OPEN AI呢 又不失时机的发布了 主打推理能力的 OPEN AI O1 生怕全世界忘记 它依然是AI领域的领头羊 可是今年的这些产品呢 都和曾经拆的GPT 直接让全球用户上手 感受AI革命的真开创时代 有点不一样 从年初的SORA开始呢 就都是预告和常新 宣传片呢 是一个比一个拍的好 可推送速度呢 却是一个比一个慢 眼下AI视频生成的产品呢 很多都向公众开放免费使用了 SORA呢 连小规模测试版 都还没推送完毕 虽然战车还在前进 头牌还举在手上 但OPEN AI的皮态越来越明显 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呢 5月份 为了赶在谷歌发布柜之前 发布能看图能讲话的GPT4O OPEN AI居然只给安全团队 留了短短9天的测试时间 员工们每天连着干20个小时 草草的给出了模型安全 可以发布的结论 就差直接摁头 让安全部门通过了 结果呢 也是毫不意外的出了意外 在发布的当天 GPT4O呢 就被人成功带跑偏 变成了一个会教人 做炸药和毒品的危险AI 虽说燃油滚滚而来 但伴随着SAM AUTOM 这位老司机的强力加速 OPEN AI这辆大车的杂音呢 越来越多 在GPT4O上线当天 从2015年公司成立的时候就加入 却已经连续5个月 没回过自己办公室的伊莲 正式宣布离职 重新创业 专注解决AI安全问题 到7月底 两位参与过GPT模型 早期开发的研究员 也离开了OPEN AI 投入了竞争对手 对话服务Cloud背后的 Anthropic的怀抱 而9月还没过完 在开除事件里面 支持过SAM的首席技术官Mira 在陪着GPT4O 终于走完了上线之路之后 也选择了Babab6 还打包带走了 OPEN AI的首席研究官和研究副总裁 而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当中 最吓人的还是8月初的时候 OPEN AI的总裁 曾经在开除事件里面 说要和SAM一起辞职的Greg Brockman 也公开宣布 自己要休个长假直到年底 参考前面的伊莲 在这种级别的大佬之间 休假说白了 一般就是要离职的意思 这么铁的兄弟都要走 那SAM这得是众汉亲离到什么程度 绝对华尔街日报 终于把这背后的真相给挖了出来 虽然没到离职那么吓人 但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没好到哪里去 Greg和SAM依然是一条心 但他在落地SAM的想法 推进开发加速的时候惹了重度 最后只能公开休长假来平息不满 上次在开除事件里 说要和SAM一起辞职 最终和SAM一样豪华无伤 这回倒是真有点帮SAM顶锅的意思了 也能看出来公司内部的压力有多大 北美有个类似国内卖卖的职场社交平台 叫Class Store 上面关于OpenAI薪酬福利和职业机会的打分 都是奔着满分五分去的 可工作生活平衡这一项就只有3.1分 离职的首席研究官也吐槽过 说自己在OpenAI这八年 买了个带游泳池的大house 但从来没时间去游过游 而在这向前狂奔的一路上 OpenAI本身也让这些早期员工们越来越陌生了 《太古时报》在讲OpenAI创纪录融资的事的时候 就提到在新一轮融资的条款当中 已经出现了对赌协议的影子了 这家公司需要在未来两年的时间内 重组成一家盈利性企业 不然融道的照理他说 赔了也不用还的资金 就会变成有偿还义务 赔了的话需要还的债务 相比于去年的OpenAI的商业压力又增大了一筹 那这家公司的理想主义还能继续维持些需求 或者说这家公司还有理想主义吗 回到2015年刚过完一半的时候 在硅谷的一家酒店里 Sam Altman,Elon Musk,Greg Brockman和Elias Skyward这帮人 聚在一块 畅谈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 他们就觉得人工智能太难以捉摸 机遇极大,威胁也极大 不应该掌握在谷歌这样的大型商业公司手里 在他们的设想里面 顶级的人工智能技术应该是由一个非盈利 比起赚钱更关注安全和人类普贵的组织来掌握 确保未来那个强大的通用人工智能 能把人类视为朋友而不是敌人 这个想法点燃了在场所有人的热情 Elias一到家就写了份电子邮件草稿 表示自己对这个项目非常有兴趣 接下来几个月 他继续和Sam Altman保持交流 最终拒绝了谷歌升职加薪的邀请 降薪加入了刚刚成立的OpenAI 但今天的OpenAI似乎已经不再像当年那么吸引人了 至少对离职的Elias来说一定是这样的 西方有个故事叫《特休斯之船》 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提出了这么个问题 如果一艘木船上每一块木头都被逐渐替换掉 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 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 OpenAI一路走来的 从刚开始绝对理想主义的非盈利模式 到分出一个子公司融资赚钱 上面压一个非盈利的董事会拍板控制 再到融资捋破记录 眼瞅着可能又要变成一家纯粹的商业公司 这艘大船的一块又一块木头 被替换成了一坨又一坨塞满美元的坚固保险箱 估值越来越高 规模越来越大 我相信这艘巨轮确实能从AI的深海里捞出巨量的渔获 但捞上来的究竟是肥美的海鲜 还是危险的克苏鲁巨兽 现在大家又只能坦克不安地注射了他们了 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林一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我越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总是会有人在歌唱 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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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